Live Journaling 大家好,我是Aedith 歡迎來到Live Journaling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兩樣很有趣的手像小工具 它們都是我最近買的 不知道你有沒有用過它們呢? 如果你想知道是什麼,就繼續看下去 第一樣就是這個 它叫做Mini Tape Gun 釘槍就見得多了 但膠紙槍真的第一次見 原本我想買一個膠紙座的 但之後我看到這個膠紙槍 覺得它好像挺有趣 可能會比膠紙好 所以我就買了它回來試試 我們首先打開它的包裝 拿出來就是這樣 它是有兩個可以轉的卷軸 一個是將卷膠紙放進去 另一個是拉一條膠紙放進去 然後就有一個戒指的位 還有一塊膠片 我都未知道這塊膠片是有什麼用的 下面就有一個手柄 是沒有任何按鍵的 它還附送了一卷透明膠紙 首先我們測試一下 究竟我的MT套不套下去 幸好都放得進去 雖然有點鬆 我先試試其他牌子的紙膠帶 有EON12元店的紙膠帶 也有淘寶買的 測試完之後 大部份的紙膠帶都放得進去 除了有點鬆之外 也是OK的 但我在淘寶買的這款 小卷紙膠帶就放不到進去 還有太粗的這一款 也是不適合用的 因為紙膠帶會掉出來 還有戒指位也是不夠闊的 我們就試一下真的用 以我的理解 它應該是把沒有黏力那邊 對著那個小卷軸 因為它應該是讓你拿著槍 然後拖拉地黏膠帶出來 就像封箱膠帶的原理一樣 但不知道怎樣才能把膠帶進去 難道是調轉捲膠帶 但是這樣又怎樣黏呢 我還是先調轉試一下 調轉捲膠帶之後 好像容易放進卷軸裡 但我感覺都不是這樣黏的 而且手柄的位置都不是很舒服 我還是再調轉它 終於成功把膠帶進去 我們一起試一下用 就是這樣拉膠帶出來 貼下去 我想這塊膠帶是用來幫你掃平的膠帶 然後用力把膠帶剪掉 完成品就是這樣拉 整體來說 我覺得它沒有我想像中那麼方便 而且它的戒指位都不是想像中那麼鋒利 但的確是可以幫助到貼MT的時候 貼得準很多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 我常常常覺得自己貼MT的時候 貼得很不直 按得張紙來 又拉不直的膠帶 拉直了膠帶 又沒有手按著張紙 結果貼下去的時候 總是不適合 這個膠帶窗也可能幫到你 另外一個手掌小工具 就是圓角器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都很喜歡圓角的呢 圓角的紙通常都沒有那麼容易抹 而且我覺得好像比較漂亮 但是我本手掌的紙都是直角來的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圓角器 包裝上面就說每一次最多可以同時切四張紙 這個圓角器有兩個尺寸 我這個就是S 是5mm 另外一個尺寸是L 是10mm 今天我們就一起試試用 首先我們就用一張硬一點的卡紙來試試看 只要對齊打橫和直的邊 用力按下去 這樣就可以得到一個很完美的圓角 然後我今次想試試用四張紙 原來都要用一點點力的 我本來以為一隻手都可以按下去 但是最後我要兩隻手一齊按下去才可以按得到 但是圓角都依然是很完美的 我覺得這個圓角器的刀也是很鋒利的 對於這個圓角器我就很滿意了 不知道你又覺得怎樣呢 今次我也很開心可以跟大家分享這兩個手掌小工具 如果你對這兩個手掌小工具有什麼想法的話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都喜歡看這個影片的話 就記得like這個影片 還有記得subscribe這個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